好 所以 第二行哦 那個秘密 這個是腳 feet 好 兩個一一 表示長音 第二個 hair 好 這裡有個空氣 所以這個東西很輕 空氣一吹 你的頭髮就會飄起來 所以 hair air 是空氣 hair 你頭上的空氣 是不是可能就叫頭髮 hair 是頭髮 hair 第三個 pan pan 噗 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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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 你現在使用的就是 pan 再來 school bag school 學校 bag 是袋子 學校的袋子叫書包 school bag 所以如果你打開一個在外國上課的學生的帶書包裡面 裡面最沒有看到的東西就是書本 最沒有看到的 那通常你如果早上去他會帶便當 因為有很多的小朋友是帶午餐去上學 他不吃學校的營養午餐的 學校除了有營養午餐之外 然後也有那個餐廳 就是你如果想要去餐廳 他有個餐廳很大 就是那裡有自助餐餐廳有各種 你要吃牛排也可以的 而且很便宜 當然不便宜 自助餐廳是不用錢的 但是自助餐廳是你一口氣付完多久 然後你就去那邊 你每天就可以選擇你要吃的 但是他還有牛排 然後還有炸雞 還有各式各樣的東西 但是那個要付錢 那自助餐的範圍是不用付錢的 對不對 你的正常的餐廳是不用付錢 因為一開始學費就交了 好 那個這個是這樣 然後他們自助餐廳 你不一定要去一定要吃 要買東西 自助餐廳他們的餐廳有很多 所以你只要 所以你看看電影的時候 學生就會在一個 就在那個自助餐廳那邊 就坐起來就聊起來 然後就打開吃自己的便當 不用 對啊 打開吃自己的便當 那他們的午餐最常見到的就是 第一個 一顆蘋果 第二 一個三明治 對 三明治 就是爸爸媽媽把那個麵包 一片 再來就是什麼 一些青菜 一片蛋 一片火腿 一片奶油 大概四片 然後切成對半 那所以 切成四片 然後你就拿起來吃 就是他們的午餐 然後一顆蘋果 一罐可樂或汽水 然後再就是 他們最常常就是薯條 或者是賣 沒有薯條的話 對 沒有薯條就是 一包薯片 用買的薯片 他們的午餐都這樣 對 因為那個東西 那個東西 那個東西不用 不會有飽足的問題 不會壞 比較不會壞掉 對 如果你想吃熱食 它就是另外要複鹼 有些有沒有微波爐 我不知道 因為每個餐廳都不一樣 School Bag 所以 書包 School Bag 再來 老師 叫 Teacher 所以 教書 叫做 Teach 那麼 接下來是 白色 White 好 那麼我們再請同學來幫我做一下 Jack 學校的東西是 第一個 你應該可以唸我覺得 很好 Book 第二個 Pen Pen 正確 第三個 Classroom 好棒 好 就是你自己可以唸 我就覺得 哇你很棒 好 就是已經可以 可以的 但是我們事實上 要教你開始 講一個句子 講一個句子通常有兩三個字 好 所以這個 School Bag 然後第四 還有沒有 沒有沒關係 我再看一下 還有沒有呢 還有T 老師 老師 Teach Teacher 對 Teacher 每天泡茶給你喝的 我以前 我如果有空的話 我都會泡茶給你喝 你又開始玩那支筆了喔 那你小心 我又要 我又要幫你 那你就再借我 借我回來 各位同學 老師 沒有對他 沒有很壞 我只是說 請他不要玩而已 因為我已經跟他久久講一遍 所以你要再找筆來寫 所以你要再找筆來寫 這樣就很壞嗎 這樣對你很壞嗎 你拿紅筆喔 那是紅筆喔 那是紅筆喔 這在Teacher 再顏色 Tom 你的答案 還有嗎 還有 還有Classroom 好 Classroom 好 完成了 Classroom 來 Tom 換你 顏色有哪些 第一個字 Black 第二個 Blue 很好 第三個 Brown 好 棕色的 第四個 White 很好 棒棒 好 再來 Body and Face 那個可以嗎 好 Alice 請說 好 Face 4點 Face 你可以抄喔 可以看得清楚嗎 你眼睛最好對不對 你坐在那邊都可以抄喔 Face OK嗎 很好 很好 你不是講Face喔 好不然你說說 再說一次 Eyes 好 好 這個字 Eyes 跟冰淇淋的 這個字不一樣喔 冰淇淋的冰呢 這也是 Eyes 這個是念絲 吸碰到音念絲 可是這個字 不是念絲喔 要念什麼 Z 聽到聽嗎 它是念Z的聲音 Eyes Eyes 前面第一個字 一樣 第二個字不一樣 所以老師才會提醒你說 S常常都是要念Z的 對不對 提醒啦 老師都會提醒 這樣子你就不會寫錯 念Z 要S 念S 要CE 這樣就不會寫錯 好 第二個 F 還有什麼 F F 念F E F E Feed 很好 腳 老師要提醒你喔 這是兩隻腳 那一隻腳叫做Foot 這是短的O的短音 Foot 如果到了EE的時候變Eat Feed 好第三個 我怕你東西掉下去找到人家 好 接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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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髮 H A 2 很好 Hair是頭髮 今天好像比較累齁 N N 1 那怎麼會今天一直沒有報完 好 第 好 第 這一題喔 請記看看那個故事 這個故事就是 Find Secret Agent 8 & 9 所以我們的故事在課本裡面呢 這個 課本的第42頁呢 是不是42頁 Agent 8 & Agent 9 是第幾頁 還要後面嗎 40幾頁喔 在這裡 在這裡了 對 是不是這個 好 所以這裡 他一開始就寫了 I am Agent 8 所以 誰是Agent 8呢 應該是 Monty 對 A Monty是Agent 8 那麼 Lola Lora Lola Lola 他不捲舌的 所以他是 Agent 9 所以他要請你去看一下 Agent 8跟 Agent 9 他們的 他們的臉 他們的臉 有什麼特色 有什麼特色 好 所以 我們來看喔 這個是Agent 8 是Monty M-O-N-T-Y Monty Agent 9 Agent A-G-E-N-T-9 所以 我們其實 我們有看電影 情報員 情報員 007 有沒有聽過 007 前面 有沒有聽過 那個 那個 主題曲 007的主題曲 我聽過 我聽過 087 好 087的主題曲 好 再 老師 老師把 這個 你們都應該聽過 007的主題曲 我沒聽過 好 聽 噔噔噔噔噔噔 這個007的電影 就是 所有的主角一直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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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齔噔噔噔噔 所以我們講情報員 Agent 就是情報員 Agent 就是情報員 就是說他是替國家做事情 替某一個機構 所以我們要講008就是Monty 有什麼東西 我們要問Justin 他有什麼東西 他的特徵是什麼 有錯了 他有什麼 有brown hair He has brown hair 好 第二個 他有什麼 black black什麼 Eyes 很好 那Jan如果叮叮酒呢 Lola有什麼 Lola She has long hair 他有長頭髮 good She has big eyes 好棒 就是當你這樣說 你就非常的容易 就是說有一天你到國外去了 然後你發現 你的弟弟就走丟了 怎麼辦 你就要到那個顧客服 就要到出口處的地方 請他廣播 廣播他是講英文啊 對不對 因為他要對所有人講啊 為什麼對所有人要講英文 因為大部分人講英文的話 他就可以去聽懂 就可以幫你一起找 對不對 你如果這樣講中文 恐怕就沒有多少人 而且他廣播也不一定會講中文 我在五年前六年前的時候 我就帶我女兒去一個動物園 結果我的女兒在動物園走丟了 他就說要去看北極熊 我說走慢一點走慢一點 老師啊我爸爸還來不及 結果一轉腳 他不見了 然後我就在那個 因為他那個動物園很大 我就在那個 他要去的地方 北極熊館啊 一直看 一直看 一直走 好累喔 找不到他 我這時候就想 怎麼辦 被太陽曬的時候 就很肥 很瘦 然後我就去 顧客服務 遊客服務中心 我就去廣播 我遇到的一個目的 是他會不會聽得懂英文 問題是他不會聽懂英文 所以我就用另外一個 他會的語言 講給他聽 但是問題他終於懂了 問題是什麼 他廣播用什麼語言 他如果用那個廣播 如果用的是那個語言 就是他自己講的語言 那麼恐怕 我女兒聽不懂啊 對不對 我女兒沒辦法聽他 他那種語言 所以我就決定 我就決定了跟他講他的語言 然後我就在頭痛的時候 我那種頭痛糟 我跟他講他的語言 他不會廣播 那怎麼辦 你廣播 結果 正在猶豫的時候 他去找 會講中文的人 他去找 會講中文的人 找了好久喔 總算 找來會講中文的人 要廣播 因為我女兒都可以聽得懂 對不對 結果 那個中文的人還沒有到 我女兒已經回來了 為什麼我女兒回來 因為我女兒會講英語 他就找了一個 那個 那個 在巡邏的人 就跟他講英語 然後他就把他帶到 個個個個個中心了 就是因為我女兒會講英語 好 因為你如果要跟一個人講簡單英語 是容易的 可是你要去廣播 到底你要叫他廣播什麼 就是問題 對不對 他不會講中文 你叫他廣播中文 你要叫他中文 他比你還痛苦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就是我 因為我女兒知道這個故事 他就是非常的明顯 很清楚的一個故事 所以有時候 你這時候就是來這個機會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練習 那是什麼 他的各個身上的這些服裝 我們來請那個第一排 我們請Justin來幫我們 好 第一個 Justin請幫我唸一下 怎麼唸 Dress Dress Dress就是 洋裝 為什麼我們講Dress叫洋裝 因為我們台灣並不是發明這個 就是一件衣服然後就套上了 這個 我們台灣並沒有發明這種衣服 這是在歐洲他們的服裝 女生 尤其是小女生的服裝 叫Dress 洋裝 一件衣服套上去就好了 叫做Dress 所以男生並不太會去穿Dress 好 當然老師上次也跟你講說 你男生也可以穿裙子 對不對 好 第二個 Hat 第三個 Jacket 這個字就我們中文翻譯叫夾克 可是事實上它是Jacket 不完全跟夾克 應該是要念夾克特 但是事實上應該沒有辦法 中文沒有很難翻譯 這就是外套 但是它只有上面 穿在上面 它只有保護上面的 讓你傷身不會冷的 叫Jacket 再來 長褲 paint 在發的時候 嘴巴 這個N是用下巴而已 paint 對 不能嘴巴張大 嘴巴張大就有NG了 就有NG的時候 NK的時候 才會ing 有沒有 paint 嘴巴不能張大 好 然後這個加S的話 T跟S要念吃的聲音 paint paint 好 接下來就是裙子 老師錯了 你對 你對 這是襯衫 襯衫 襯衫就是在外套跟你的皮膚之間 最好有一件薄薄的舒服穿起來 因為外套通常是用比較厚的毛線 毛線穿在皮膚上很不舒服 會癢癢的 你們如果有穿過的話 我以前不知道 我後來才知道 原來我不可以直接就穿羊毛衣 要先穿一件薄薄的襯衫 長袖的 然後再穿羊毛衣 這樣子就不會覺得很癢 以前都不知道 所以成長就是慢慢的知道 Shirt 好 接下來就是jan 我們來練習一次 右邊的部分 第一個字 鞋 shoes 正確 第二個部分 裙子 正確 skirts 第三個部分 socks 襪子 socks 為什麼要加s呢 因為它有兩隻 鞋子為什麼加s呢 因為它有兩隻 兩隻腳 兩隻鞋 兩隻襪子 來 下一個 sweater sweater 是毛衣 毛線衣 sweater在古代的時候 就是 都是 很多媽媽都會織的 因為去買很貴 自己織的話比較便宜 sweater 好 好 比較輕鬆的 T-shirt 好 我們請pam來回答 等一下 好 1是什麼 hat 正確 hat hat 2 jacket 正確 j-a-c-k-e-t jacket 3 waiter waiter sw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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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要唸短 因為e-a 要嘛就唸短音的e 要嘛就長音的e 好 所以要唸 好 sweater 好 第四 好 shirt s-h-i-r-t shirt 好 第五 shirt 是襯衫 第五 pants 長褲 第六 dress 很棒 洋裝 第七 T-shirt T-shirt 正確 短的 短的 shirt 好 第八 啊 第八是襪子喔 第八是什麼 sock 是襪子 第八個是 第八個是 ski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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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裙子 好 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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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看 sack sack 很好 sack ks 這兩個都沒有母音 所以不能唸得太慢 好 第十 是 sack sack o e 這裡要唸 嗚的長音 好 叫s s s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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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你完成了 好 接下來我們要請 請 sack 來為我們 為我們來回答 這是什麼 你用中文回答 就可以了 裙子 對不對 好 裙子 英文叫 skirt mimi 請唸次 很好 第二個 這是什麼 帽子 叫做 hat mimi hat 第三個 這是什麼 我們不能講衣服 因為這是全身到底 從頭可以一件衣服 全身都蓋 衣服通常我們就只上身 對不對 好 所以叫什麼 要洋裝 女生穿的 西洋的女生裝 所以叫 dress 請唸 dress 第一呢 如果在指印前面 你會唸dress 好 第四個 這是什麼 jack 試試看 他是兩隻的東西 鞋子 正確 對 他不容易看清楚 所以才要請你想個想一下 答對了 這個字 念 好 shoes 正確 好 接下來 這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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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有兩個袖子 然後短的 然後軟軟的 對 答對了 毛衣 毛衣叫 s 是 what ter sw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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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來 Alice 請告訴我 這個是什麼 下面的第六是什麼 是什麼 是什麼 我也看不出來 你覺得下面是什麼 這個 這個看起來是夾克 這個看起來是夾克 Jacket 很好 如果你要回答英文 我老師也很開心 Jacket 好 接下來 這是什麼 答對了 T-shirt 厲害 好 襯衫 T-shirt 我們中文翻譯叫T-shirt 好 第八個 這是什麼 你可以從中文和英文 這是什麼 That's right 長褲 這個一定要講的是長褲 因為我們還有短褲 短褲要叫做shorts shorts 因為短 所以用shorts shorts 好 第九 這個像什麼 That's right S-O-C-K-S 襪子 socks 好 襪子 第四個 What's That's right shirt 好 是襯衫 我們請那個 Tom 唸一遍 E 你好像每一次 欸 這個唸對很多了 Skirt 這個字要唸 G的聲音 為什麼 在S後面如果唸Sk 很難唸 Sk 比較好唸 Skirt 好 第二個 Hat 第三個 正確 第四 Ski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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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Skirt 鞋子 老師其實也很辛苦 剛開始的時候 因為它這個字是從法語來的 法國人是最早製作鞋子的佛家 所以大家都會跟他模仿 用他的字 那這個字 那這個字 法語的歐會唸Wu Skirt 所以我們就說誰 誰要唸 Hu Hu 這樣懂嗎 好 第五個 毛弦音怎麼唸 Sweater That's right Sweater 好 Doctor 是醫生 你要去穿毛弦音去找醫生 好 接下來夾克 Ja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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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夾克 第七個 T 要唸長音 T-shirt 其實上這個字只是有R而已 它並不是長音 T-shirt 好 第八個 長褲 第九個 襪子 Socks O-S-O 第四個 Shirt 很好 襯衫 Shirt 所以你記住 你已經會了 sh 好 很棒 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講的故事 要來看什麼 這個到底它有什麼東西來 要畫上去的 我們要給髒 你有畫上去我就給你髒 你畫得好棒喔 好給你一個髒 貼在上面 好 你畫得很棒 畫上去 好 你畫了沒 還沒 請趕快畫上去 好這個我畫上去 給一個髒 好這個 畫了 好 這個還沒 那你可不可以幫我貼上去 老師希望幫你貼 嗯 討厭我喜歡我自己貼 你畫老師叫不能上課啊 好 所以我們來請這個 那個 Juseline 把我們這個 第一個 這是放什麼 好 T-Shirt 好第二個這個放哪裡 one還是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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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是Mickey the monkey 所以這個故事我們講過 就是有兩個 一個 兩隻 兩個好朋友 Mickey the monkey 還有Pipette Pipette是Polar bear 北極熊 Polar 是極 Bear 是熊 好 好 好 那 所以有一個 有一個喜餅 叫做伊莎貝爾 是不是一隻熊 伊莎熊熊 可是不是 好 Monkey是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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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key the monkey 所以這個 第一個是T-Shirt 對不對 Shirt Shirt 好第二個是什麼 你們怎麼唸 Hat 要給誰的 給Mickey 還是Pipette Mickey 好 再來這是什麼 Sox Sox 要給Mickey 還是Polar bear 還是Pipette Pipette 所以這裡要畫Sox 這要畫Hat 好 這是什麼 Sox Shoes 好 shoes要給誰 Mickey 還有Pipette Mickey 還Pipette 哦 是Mickey Mickey要穿鞋子 對 那為什麼熊熊不用穿鞋子 北極不用穿鞋子 所以这是shoes 好 再来就是 因为穿袜子跟鞋子 这是什么 搞了半天不太清楚 叫什么名字 这是给Pippet还是Micky Pippet还是Micky 对了 Sweat在北极很冷的 有一天老师如果有机会 可以带你们去 那种很寒冷的地方 你们就知道 这个是很多东西要学习的 不然都还能死在那边 他们的温度都零下 二十度 十几度 那就等于在你们家的冰箱 冰洞里面 冷冻库里面 所以很危险 我以前小时候 像你这年纪 我就会把手放到冰箱等等动过去 然后看我能够 看我能放多久 结果 都黑了 不是红 黑了 比如说很摩擦摩擦它会变红 不然会断 要剁掉 要砍掉 对啊 小时候又很无聊 又很无聊 就是又很无聊才会做这种事 好 再来 Justin 这一个 Jacket 然后回来被妈妈毒打一顿 你为什么这么无聊 把你的手放进去冰洞库 好 所以 Jacky是给Pippet还是Mickey Justin 好 所以这要放在这里 好 这是鞋子吗 袜子 鞋子 袜子 这要袜子 鞋子 好棒 好 大家都都有了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到第42页 还有42 42页 我们要read 好 我们请Jan来帮我们 对第一句话 就是要答案念好就好了 I'm wearing a sweater 意思就是我正穿着 这个I'm 这个M就是I 正穿着 正穿着 我正穿着一件毛衣 好 再 2 I'm wearing a dress 他现在穿的是 真的耶 I'm wearing a dress 原来他穿的是洋装 木灰Mickey 要变成女生 好 第三题 I'm wearing a t-shirt 正确 第四个 I'm wearing a hat 正确 我们呢 再给那个 好 所以这个句子呢 我们请那个 那个Jan 好 来读 然后呢 你要选ABC 可以吗 好 请念Jan 很好 I'm wearing a shirt and skirt 所以你要去把shirt跟skirt找出来 是谁 B 好 接下来 2 所以我正穿着毛线衣 还有长裤 哪一个 A That's right 好 然后第四 接下来 好 第三题 请 请那个 对 那一堆 I'm wearing a sweater 毛线衣 and a jacket 还有夹克 C 答对了 再来 第四 I'm wearing socks Sox 哪一个 Sox A B C Sox That's right Jack还故意引导当错误 B 这是shoes 好 这是什么 如果这是运动鞋 我们就有运动鞋 因为呢 运动鞋呢 英文叫sneaker sneaker 是运动鞋 跑步鞋 sneaker 然后还有另外一种 叫做sneakers sneakers 还有一种就是做什么 你在健身房里面的跑步鞋 叫trainers 好 train是训练的意思 训练鞋 很好 接下来我们要请这个 那个Mimi来跟我们念 我正穿着一件夹克 I'm wearing a jacket 很好 第二题 I'm wearing a dress I'm wearing a dress t-shirt 好 这时候jacket就帮主 你帮他 可是你不帮姐姐 and 什么 pents and the pants 正确 好 我们请Mimi来念 I'm wearing a t-shirt and pants pents ts e-ts ts pents pents 还有第四 tom 言義 I will aim his ear hug I'm wearing a jacke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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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這有一個 一個就不能是兩條 答對了 hat 他有戴帽子吧 有沒有人答案 他沒有戴帽子 他應該有帽子吧 有 所以 I'm wearing wearing I'm wearing a jacket and a hat a hat 很好 這個 我們要感謝 感謝咪咪 就是她可以一口氣 唸出這麼長的一句 你要貼在這裡 這樣才知道你在這裡學 念得很好 好 接下來 我們要來請同學 看一看你自己 你能夠寫出幾句 講出兩個字 你如果講 我正戴著帽子 I'm wearing a hat 那就是一個答案 但是如果講 I'm wearing a hat and a t-shirt 那就一個張了 要有兩樣東西 你可以分兩句講 你可以分兩句講 你可以分一句 你可以一句一句講 像上句一樣 看看自己 你穿的什麼 來 給張的喔 有沒有 有沒有要給張 好 Justin 要不要回答 你看看你 你就是 你現在這樣說你自己啊 I'm wearing 你有寫啊 你這個不能算T-shirt 如果比起來 這個不能算T-shi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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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rt 因為你有領子 對 好 你要想說字符 字符 字符就還沒交 好 你要寫可以 老師可以告訴你 字符叫做 可是 各位同學 字符其實 它包含了褲子或裙子 對不對 A uniform 它是包含的褲子和裙子 所以 也基本上 每個人都是在穿字符 對不對 比較多 便服跟字符 好 你要問我是便服 我也會啊 你要回答 你鏡子當中 你自己現在是怎樣 你看 I am 車上面是不是有 I am wearing I am wearing I am wearing a 什麼 什麼 忘記了 那怎麼辦呢 Jim你先試試看 你可以試試看嗎 你先想看 好 等一下再輪到你 A T-shirt A T-shirt and the pants 好 你這個不算pants喔 你這個叫短褲對不對 短褲老師剛給我教 來你只要念這樣就好了 好 再說一次 老師就跟你這樣 那個字怎麼念 She or 答對了 shorts 好 恭喜你喔 好 I am wearing a T-shirt and pants 好 這是挺會的嗎 shorts 不是pants 因為你沒有穿長褲 我不能說你是 你不能 你鏡子裡面 你不會穿短褲 然後鏡子裡面變長褲 那很恐怖耶 好 你沒有長褲啊 你想穿短褲啊 我們說鏡子裡面是 你是穿什麼啊 對不對 鏡子裡你穿的是什麼啊 OK 好 那麼接下來呢 就是 Luke Reed and Marks 他們在這兩個地方 他們會有什麼感覺 我們來請這個 我們請這個 Jack來跟我一起讀 我告訴你 第一個字 冷的 cold 好 如果你不認識這個字 你要看一下 老師寫什麼 冷的 叫做cold 第二個 熱的叫做Hot Hot Hot 請跟著 Hot 再來 如果風好大 叫做風大的 叫做Windy 好 第二個 第二個如果是下雨的 叫做Rainy Rainy Rainy 再一次 Rainy 很好 再來 如果是大晴天 太陽很大 叫Sunny 晴天叫Sunny Sani Sani 不是要我殺你 晴天會殺你 好 再來 因為我都有防曬乳 再來 Snowing 是下雪的 所以這些句子都在講天氣 我們要學 有雨水下雨的很多 一直在下雨 叫Rainy 好 我們請Alice來跟我練一下 Rainy 好 太陽的叫Sani Sani 晴天會殺你 太陽太大會把你殺掉 好 再來 再來 晴就是下雪的 叫做Snowing 好 接下來 好 第一個字 冷的再一次 Cold 再來熱的 Hot 好 再來第三個 Windy 好 第四個 是Rainy 下雨天的 Rai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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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n 再來 第 下一個 是Sani 是晴天的 再來Snowing Snowing Snowing 下雪的 好 請 那個 那個 試試看Alice 就這個圖形 你要選擇哪一個 你可以說冷的 熱的或者是直接念英文字都可以 Hot 再來 Rainy 對 Rainy 很棒 還有沒有 沒有了 下雪 雪好大 答對了 老師 老師 在月圓裡面不知道 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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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他還有畫太陽 在太陽的時候下雪 這 這到底是太陽還是月亮 可是畫 畫這樣到底是指太陽月亮 這裡有彩虹 可是有彩虹耶 所以應該是太陽對不對 所以他這樣說 再念一次 試著念念看 你有張都要唸 請唸 殺 殺 你 殺你 好 殺你 殺你 不是殺我 好 這樣子就這三個答案都唸了 老師是要讓你們 好 那麼Jack 就請你來了 貼紙要貼上去喔 不然會被 不小心的手偷偷拿走 好 你拿走了 好吧 那一張就你的 來你回答 這個答案是什麼 第一個字 會不會唸 Code Code 再來 哪一個 怎麼唸 無音 的E Windy 很好 再來 來 這個應該還有下這個 應該沒有下雨 Sno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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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白雪公子叫做Snow White 對不對 雪白 好 所以是Snowing 好 好 我們請Mimi來跟我們一起 Mimi 冷的 它這個 它這個 Code 風很大 Windy 再來是下雪的 Snowing 好 這個 第一個 它是熱的 Hot 第二個 它是下雨的 Raining 是晴天的 有Sani Sani 很好 唸得很好 接下來我們要去看看同學 還沒有做完 還沒有做完 怎麼辦呢 我們先倒極四十四夜 我今天坐月四十四夜 我很想到四十四夜 不是 不是 好 所以這個我就給你做了 好 好 你做了嗎 你有做我就請你們 好 那要做喔 四十四 行行行 好 好 好 四十四夜 四十五夜 好 再來 四十六夜 嗯 今天要做要四十五 四四四五四六 我課完了 你好棒喔 好 老師 很開心 你有專心在寫作業 還沒有啊 我們還沒下課 下課再換給 好 接下來請看到課本的第五十 一夜五十二夜 來得及嗎 來得及嗎 要不要印給你操 好 好 好 所以我們的五十一五十二夜 是到哪裡了呢 Lola the pilot 這個部分我們都有練習的 好 我們去度假 這個我們故事講完了 我們故事講完了 來 我們請同學來附送一次 我先請弟 今天要請同學 快快來不及了 我們要附送了 來 故事是這樣 兩個人 Pippie Pippie 跟Polar Bear Pippie 是那個Polar Bear 所以他叫做Pippie 他叫做Pippie Pippie 前面是短音 後面是短音 Pippie 後面呢 他叫做Mickey Mickey Mouse Mickey 好 那我們就請 Jack來練一下 This is Pipp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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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olar Bear She has her suitcase her suitcase 很好 好棒 I have 他就說了 我已經有了 I have my sweater and my socks 很好 很好 你可以把這 這麼長的句都念完 再來 我也帶了夾克 I have my jacket 好 第二句 我們請Alice來念 這就是Mickey This is Mickey the monkey He has her suitcase Sortcase Sortcase 2 我跟那些衣服 討論 店 圖 一 一 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接下来就是 I have my t-shirt and my hat I have my shoes 好 第三个请你念 请你念 你的夜数都还没有翻到 The AirPort Mickey at The AirPort 2 Hello Mickey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这个th 手上伸出来的吹气 Thank you Thank you 在这时候他们聊天聊一下 时间该走了 It's time to go Bye bye Peppa 这时候白鸡熊就说 Bye bye Mickey Mickey Monkey 好 第四个我们来请Alice Now Peppa Is Vacation 很好 The Arctic Pick The Arctic 这叫北极 它现在到了北极了 It's It's Very Cold 非常的冷的 Oh no A T-shirt Hat Shoes 很好 他自己主动去念 老师就觉得 应该给鼓励 好 好 接下来 第五题 Mimi Now Mickey Is On Vacation 很好 在 He's In The Jungle It's Very Hat 很冷 Oh no 有什么 毛线衣 A sweater A jacket and 还有什么 Socks 很好 接下来 我们请Ryu 那个 Jan来念 这样 第六题 试试看 D D D Arch Tic C 很好 Code Yes Yes 很好 但是那个字 会不会念 最后一个 Brrr 它就是一个 很冷的一个声音而已 它没有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Brrr Brrr 好 接下来 Justin Poor Mickey Hello Jungle It's Very Hat Fuu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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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好熱喔Fuuu 喘氣的声音 好 第八個 我們請Tom來念 Micky Micky Send Micky送出了Pippa's Suitcase Pippa's Send Send Micky送出了Pippa's Suitcase Micky送出了Pippa's Suitcase Mickey's too Micky's Suitcase Hurray Hurray Nu 偎又 Ohrore 乖呼 et 被人說 演出的Pippa's 好 很好 所以我们同学作业就是要去练习这个 这个部分是不是 我们上次请你练习 请你做这个 所以我们下次礼拜三 我们要请你从这里开始 46轨还有47轨 这两页是50和51页 50和51页 50跟51页 好 然后呢 这48轨还有47 50、51页 这就是我们上次的进度 好 今天算是复习 46、47轨 要完成 好 好 可以写写联络布了 好 好的 我们 那么 好 整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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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的总算